Hello各位水瓶座的朋友们 各位昂姑贵大家好 我可见 今天这个影片呢 是要给水瓶座的朋友们的 双中能量浴室排卡解读 那我们一样呢 会有12星座的开场讯息 提供给大家作为 生活小贴士的参考好不好 首先呢 第一个开场讯息 要给我们水瓶座的朋友们 这两到三周 水瓶座的朋友们 你们可能特别会有 这个关节的问题发生 比如说手部的关节 或脚部的关节 我总感觉某部分的人会肿起来 我不知道你是扭伤肿起来 还是说比如说有痛风肿起来 反正呢 最近这两到三周 你要特别注意 有关于关节的这个部分 好吗 那第二个呢 要提醒水瓶座的朋友们 这两到三周 如果你觉得身体很不舒服 或者是心情有点郁闷 我会建议你 你可以尝试去喝看看味噌汤 紫菜味噌汤 海鲜味噌汤 随便都可以 你会觉得喝完味噌汤之后 你整个人的心情 整个人的身体状态 会变得蛮舒服的 好吧 OK 那当然 如果你是不可以喝太咸的东西的朋友们 你要自行斟酌一下 好吗 OK 好 那第三个呢 要给这个水瓶座 我昂骨贵的朋友们 这两到三周呢 我个人感觉 你跟太阳时 或月光时 都蛮适合你的 所以这两周 如果你有这样的水晶 或饰品 配件像我这个手上的戒指 你都可以进行一个佩戴 那如果你没有 也没关系 你可以去用一些 粉橘色 或者是粉蓝色 甚至是 浅紫色 这几个颜色 你都可以灵活做一个搭配 我觉得 这个在你能量场上面的平衡 也会有所帮助 好吧 好 那以上报告完毕 我们就准备到这 进入到这一次 你的胸中能量运势排卡解读 好吗 好 首先呢 你这两到三周 你的挑战排卡是 圣杯女王 这三组能量排卡 分别是 过去现在 未来的能量场 在我手中 你目前看不到 可能会迎来的事件 是愚人排卡 OK 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天使跟宇宙 有什么样的讯息 新闻透过传讯者我 来告诉水瓶座的朋友们 好吗 那请给我一点时间 让我去感受你能量场 上面呈现跟细节 OK 好 请稍候哦 行 我觉得水瓶座 这两到三周的能量场 蛮好的 特别是呢 我觉得 如果你在这两到三周 有遇到有一些人 比如说来挑战你 或者是来跟你谈判 或是跟你谈交易 反正就是有这种 这种状态 我会建议你 坚守你要的条件跟原则 因为你不会输 然后呢 还有一点是 对方会愿意 我不是说他一定会屈服于你 但是我觉得 对方会讲的 你会觉得 你讲的很有道理 所以他会愿意迁就 或者是他愿意 改变他自己来调整 然后你们两个 可能就可以达成这个协议 OK 这个你们可以灵活运用 套用在你的生活状况当中 但是我个人会觉得 坚持你想要的 你是那个掌权 然后你也是有力的那个人 好不好 这边我先跟你说 我们一起来看 在过去的状况当中 你抽到是宝剑5 抽到宝剑2 抽到权杖女王 光是这三张牌卡 在你过去能量场的时候呢 我就会觉得 你就是这个权杖女王 坐在那边 很悠塞 还养一只小猫 然后呢 为什么我会觉得 你这个权杖女王 在这边坐得很悠塞 非常有自信 你可以注意看 这个是权杖5跟权杖2 权杖5加权杖2 象征是权杖7 所以呢 这个有一点像是说 在过去跟你交手的 一个相关状况 人数事件梦想或目标 我会觉得 这个人趋近于保守 或者是这个人 你要说 防备心很强也可以 或者是呢 他有点像是在试水温 我们就这样讲 他有可能在试水温 然后呢 我个人会感觉 这个跟你交手 相关中国人数呢 他自己比较身心多疑 跟你比较没有关系 他可能会觉得说 你为什么可以 这么自在的 跟我谈这个谈判 比如说呢 你们不是很想要暗子吗 或者你不是很想 跟我在一起吗 你为什么可以 这样悠悠然 宜然自得坐在这边 然后好像就是 在这边好像等着看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这个人 反而有点摸不着 你的心里的想法是什么 然后呢 他当然也会觉得说 那看不清楚 你在出什么招 所以相对的 他可能要试水温 防备心 或者他比较保守一点 做法跟进度 会出现在过去的 能量场当中 那再加上这样子的状态呢 他会有一种 就是我到底 要不要跟这个 水瓶座的人合作 或在一起呢 或者是要不要 跟他商量商量呢 这个状况 有没有这种 可以互相协调 这个余地 这个也是有点 他有点反反复复 在思索的这个心情 好吧 OK 那当然 你们可以讨论你的状况 有可能就是 你跟你老婆吵架 你在看这个情势 是是水温 看他心情有没有比较好 来谈谈嘛 是这样说 OK 所以这个人 就是你是坐在这个 王位上的 这个人比较 他自己的心里的 内心小剧场比较多 OK 那当然这个角色 可以互换 那来到这个 现阶段能量场呢 你抽到的是 前壁四抽到的是 命运之轮 还有这个权杖骑士 这三张牌卡 假设你现阶段能量场 其实说实在的 你看这个人 就是踩得很稳 他是个前壁 一个握在手中 一个坐在屁股 两个踩在脚下 你就别想进我这个门 OK 这个意思就是说呢 你在这个女王的 这个王位上 你只要保持这样的姿态 为什么呢 这个命运之轮 就是有点像是 在跟这个人讲 你如果想到这件事情 有所翻转 有所调整 有所进展 或有所商量 OK 行 你得要先带着 你的诚意来给我看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 这个命运之轮 你可以注意看到 这个钱币加这个钱币呢 象征的就是钱币五 命运之轮 你也可以把它视为一个钱币 象征的就是钱币六 这个人之所以 为什么要守在门口 就是说 我拿三颗钱币 你拿三颗钱币 我们来合作 这个叫做钱币六 OK 但是我这边只有四颗 你有多少 先拿过来给我看看 我再考虑 要不要让你进这个家门 OK 那这个人呢 就是跟你交手 这个相关转化人数 他是骑着这个权杖骑士来的 权杖骑士来 有点像是说 这个人 如果光说不练 只靠着一张嘴 或者是只是告诉你想要 动之隐情的 我告诉你 这种对你来讲没有用 为什么呢 你别忘了 你是权杖女王 权杖骑士是听你的命令的 OK 所以他要不要出针 他要不要出马 他要不要走下一步 他其实会看着你 有一种联动的这个状态 好吧 所以他可能在现阶段的那场 会比较附和你去讲一些 可能比如说你跟他讲说 我要求你以后呢 自己这个袜子 比如说你们吵架了 这个袜子 你以后要自己丢到洗衣篮去洗 如果你没办法这样配合的话 我们就继续忍战 那也是像这样的感觉 所以你是踩很硬的 你这个掌权的力量很重的 这个人他要自己考虑 他要不要加入你的旗下 要不要成为你的兵马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这两个前提之所以 为什么会很重要在这边 就是我们要形同 要不要合作的一个模式 OK 那他在这边私量 在这边考量 他也会去想 我就不想改掉这个习惯 很麻烦 什么等等之类 所以大家不要把这个事情 想得太复杂 你可以去套用你现在 目前遇到的人际状况 或一些其他相关的事情 所以你的挑战牌卡 就是一个圣杯女王 OK 圣杯女王呢 是先把圣杯给自己喝 我自己喝饱了 我才会给别人喝 所以这个有点象征 说你要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 去站稳 满足你自己的需求 如果假设这个人 他没有办法满足你的需求 说实在 你就不会让他进这个家门 OK 所以来到未来这个能量场 你抽到的是女祭司 钱币 骑士 然后还有这个Herofen 所以我才会说 如果你踩得够稳 你愿意去谈及你的需求 你愿意跟这个人去商量的话 其实在后面 有一个蛮不错的进场 为什么呢 这个人终于知道 好啦 我那我就是要拿这个 钱币来进贡的嘛 我不是跟你讲吗 你坐在这边等嘛 看你能拿什么东西出来嘛 那这个人也愿意 跟你来到下一个阶段 就是说 我觉得这个人是有意愿 要跟你继续合作 跟你在一起 或继续推动这件事情 OK 但是他需要想一下 我跟你说 他的内心的 这种小剧场比较多嘛 所以他要想一下 他要不要进贡 甚至你可以注意看到 他连进贡都有点紧张 为什么他拉着这个马 没有让那个马往前走 可是他准备好了 他也是有点兢兢战战 但他是想要持续下去的 然后呢 在这边还有一个女济师 这个就是你 OK 女济师象征的 就是很冷静 沉着 如如不动 别人猜不透 他心里在想什么 你就保持这样的姿态就好了 为什么呢 你保持这样的姿态 他就是会有点紧张 所以 有点不太知道 这就是为什么 我觉得你能量长得很好 但是我看到这个人很想笑 这个人就有点像是 被你唬得一唬一愣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 你左用夹攻他 他自己最后都拿着 这个骑士来找你 向你往前走 OK 所以在未来 你目前看不到 可能会迎来世界 是这个愚人牌卡 这个象征的意思就是说 他终于就是愿意去冒险了 所以你们两个呢 可以有一个新的开始 或新的尝试 或磨合之后 找出一个新的合作方式 OK 所以我觉得呢 随便座的朋友们 这两个三座 不要欺负人 好吧 OK 就是吓唬他们就好了 好吧 拿出你的两分底就可以了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 这个宇宙验证牌卡 好吧 那宇宙验证牌卡呢 会来验证 我刚刚所夺的这个能量场 还有一些症结点跟细节 也会来验证呢 有关于这些 故事内容 场景 一些有必要 让你知道的一些资讯 好吧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在过去的能量场当中呢 你看到这个是 钱币骑士跟这个圣碑石 我就跟你讲了吗 这个人就是这样 他会来找你的 只是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看他站在这个 小小的这个阶梯上 他自己保持平衡都来不及了 为什么 因为这个状况已经出现了 你这个女王气势拿出来 就代表说 我跟你讲 权装女王 象征的有一种 就是说 我如果不爽 我一身另向 我挥过去的话呢 我就会打得你片甲不留 OK 这个就是权装女王 而且他长有很大的权力的 所以你不要害怕 你在这个状况当中 你是有化女权的 可是你看他很精精 站在这边 走这个独木桥 象征的意思就是说 他很想去弥补些什么 改变些什么 但是其实我个人会觉得 他现在还没有下定决心 他可能会做一些测试 所以我才会跟你说 这个人有点在测水温 然后呢 这张圣杯石 为什么我会说 其实我个人认为 后面还是可以持续继续 就是说 你们两个人的状态 是圣杯石 OK 就是说 这可能并不是一个 我这样讲吧 可能 不管什么样的人际关系 相处都会有一些纷争 但是这个圣杯石的基础 是存在的 所以我才会跟你说 在这个存在 这个基础的过程当中 你是圣杯女王 对不对 OK 那你如果要跟我结合成 一个圣杯石的状态的话 那你要告诉我 你能满足我什么吗 是不是这样说 那当然 你自己本身 也是有做到这件事情 才可以 因为来到这个现阶段 那样长 你冲到的是保健石 冲到的是前壁五 对不对 这个保 对不起 保健三跟前壁五 这个保健三跟前壁五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这就是我刚刚跟你讲的 这个保健 对不起 我只是讲错 这个前壁五跟这个前壁四 加起来就是前壁九 意思就是说 你根本不需要 这个人来伺候你 或这个人来符合你 你其实说实在 你可以拍拍屁股就走人了 所以呢 是因为你觉得 你们有这个基础 你们其实还可以谈 这个人其实 我觉得他也不至于 坏到哪里去 所以这有点像是 在一个磨合 切磋商量的一个过程 或协商的一个过程 所以这个前壁五 加上这个前壁四 象征是前壁九 就是说 你有他没他 你无所谓的 但是如果他愿意 把这个前壁投入 变成前壁石 这个前壁 这个命运之轮 他就开始转动了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我刚刚要这样子跟你说 他到底最后 要不要投入这个前壁 我告诉你 就是看他自己 因为你是前壁九 你不需要他那颗前壁 你自己就很圆满了 那在这边 有一个保健三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 这个保健三很有趣 这个保健三 这边还是有 吊着一个前壁的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我会觉得 这颗前壁 在这边很重要 你可能在跟这个人 谈一个非常极其 不能妥协的条件 OK 所以呢 你的圣杯女王 验证的牌卡 是这个保健六 这个保健六 验证圣杯女王 说实在的 我个人会觉得说 这件事情就是会很顺利的 平安的解决 你看所有的鸟 都朝向同一个方向 意思就是说 只要你很坚定 你就是要朝这个方向 只要你提出来东西 是合理的 你觉得可以改变的 对方应该可以配合的 或者是对方 一而再再也三 犯这个错的 你自己本身是站得很稳的 OK 所以呢 来到未来这个能量场 你抽到这个验证牌卡 你看吧 全帐一跟全帐六 保健 全币六 我刚刚是不是就跟你讲 这就是为什么 我刚刚会跟你说 你拿三颗钱币来 我拿三颗钱币来 我们就一起来合作 公平 那我们就可以共同 去创造一个全新的开始 并且对这件事情有希望 所以我才会跟你说 这个人啊 终究是会拿这个钱币进来的 这个钱币六的状态 会来到一个 这个天平平衡的状态 那相对的 你们两个人 就会有这个权杖 全新的开始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人啊 相对的给你三颗钱币 也给你这个权杖 就是这个鱼院牌卡 手上背的这一支权杖 就说 好啦 我准备好了 我觉得这边 我们可以怎么协调 我们可以继续开始 我们可以重新磨合 或者是我们可以 用另外的方法 去做一个结合 或者是结盟 OK 所以其实我个人觉得 你的 你的能量场蛮好的 而且牌卡都是 重复验证再验证 所以我们来 最后看一下 天使跟宇宙有什么样讯息 好 来 这张牌卡就是跟你讲 你干嘛 我就说你稳赢不输嘛 你会得到你的奖赏 See 所以呢 我才会跟你说 你这一次 今天这个 松中的内容是牌卡解读 我就是觉得 你的能量场很好 OK 只要你是合情合理的 只要你是觉得说 你做的这个决定 是对你们双方有利的 只要你觉得 你可以这样子 稳稳站住脚 我个人会感觉 这个情势 是会由你来做一个领导 好吗 随平之后朋友们 祝福你 安顾贵 好 来 那以上呢 这个就是我们这一次 松中的内容医师牌卡解读 非常感谢随平之后朋友们 来收看我的影片 也希望你会喜欢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 拜拜